我的妈呢 我的妈 我的妈也不跟我了 妈 章梁兄 信兄 何时来的长安 我当年率千军万马 没有一匹丢失 如今 去连这唯一的一匹马 也不肯跟我了 信兄 英雄在乎的是一事 而不是一时啊 信兄 就为此而落泪吗 让张良兄见笑了 不好说是吗 那就不说了 信兄 你看这渭河之水 平静柔弱 却能方能远 乌坚不摧 使得睡 驭水遇人 你是说我 信兄是智者 不许我赘眼 我指望 信兄 Yar 还思思记住 这渭河之水 多谢张良兄之恋 可事到如今 我只想和张良兄 去云游四方了 你我不同 如果真的让信兄去云游四方 恐怕你也不会去 何况 事到如今 你也难以成行了 信兄好好珍重吧 张良兄 您也珍重 伯娘娘 樊快给你添麻烦来喽 不知左丞相驾临失礼了 免礼免礼免礼 伯娘娘 这是我的朝服 不小心烧了个洞 这要是明天上朝的时候 让陛下看见 还不打我板子 我家夫人吕须说了 只有伯娘娘这双巧手 才能把这衣裳补得天衣无缝啊 后宫那些支持的人他们不行啊 那就交给我吧 好嘞好嘞好嘞 有劳伯娘娘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漂亮啊 好看好看 精致 我说我都不愿意 凡事 我说我别乱动 我母亲未敢做这些香囊 已经好几夜没好好睡觉了 横儿 不得无礼 左丞相 承蒙你看得上 放在这儿就是了 好 那多谢了 明日早朝前 我让侍女给你送到府上 好 横儿 给母亲寄个数 别弄错了 我早就寄过了 有吕娘娘的 有二哥的 有三哥的 还有我的 对了母亲 为什么二哥的上面有条小龙 我们的都是小老虎啊 你二哥是太子 将来要当皇帝的 当然应该是条龙了 他老不愿意背诗背书 将算学的张仓太夫 问他酒酒是多少 他想了半天 还是不敢回答 马也骑不好 剑也使不好 胆子还小 他呀 是小时候 被一脚踹下车 吓得胆子小了 是谁把二哥踹下车的 这还用问吗 他还不是就 左丞相 别听我瞎说啊 我那是逗你的 我告辞了 母亲 到底是谁把二哥 吹打车的 横儿莫问 在宫里啊 瞎说话是要闯祸的 一 二 三 四 我 如意啊 快下来吧 父皇胸口有剑伤 我爱 是上个月打藏图挨得剑吗 好得真快 这是当年夏宇隔着鸿沟射中的 那功得多重啊 西筹霸王立刻跋山 他的功啊 无人可比 父皇的劲儿可比他的 哎 父皇的劲儿可是没他的 那为什么他被父皇打败了呢 那是因为帮助父皇的能忍多 那为什么还有人谋反呢 他们呢 不姓刘 跟咱们不是一条线 他们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你还有完没完 快下来啊 下来吧 哎 如意像针 像针哪 凡事都爱抛根问底 那是啊 农生萌 将来呀 这个香囊真好看 还绣着小老虎呢 谁给的 是伯娘娘 伯娘娘 真是心灵手巧啊 长得也美貌啊 难怪陛下宠幸她一次 就封她为夫人了呢 哎 朕宠幸过的女子成千上百 九叔搏接 资质最高 她与朕谈话之时 虽然是顺口而言 可是细细想来 每一句都用心不浅 哎 那陛下 就多宠幸她呀 怎么 不高兴了 奴婢不敢 嗯 搏激 她过于沉静了 急禀陛下 吕皇后求见 不见 陛下 皇后说 师太上皇有事 要皇后娘娘转告 哎 就让她在外殿等吧 诺 真是多事 臣妾叩见陛下 免礼 太上皇要有什么急事啊 陛下不记得了 今天是陛下母亲的忌日 太上皇请陛下过去一起山林下祭典之事 陛下难道忘了吗 母亲生前 是最疼爱陛下这个三儿子的 这还用你说吗 走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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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还没跟你玩够呢 如意乖啊 等父皇回来之后再跟你玩好吗 嗯 就你 总捣乱 讨厌 如意 不许对皇后娘娘无礼 我替如意向皇后娘娘谢罪 妻娘娘何必多礼啊 童言无忌呀 崇子明 童是语 晓慷 requests gün 子侣 李秉夕 经皇子记出诗的意思 这詩是说 蝗虫展开翅膀 翁翁飞得盲 多子又多孙 永远在一堂 四皇子声音洪亮又好听 诗文背得流畅 且能传情达意 好 好啊 哼 他就是声音好 会读书 可一上马就摔下来 你们看 他的腿现在还肿着呢 别闹了 别闹了 这里是读书的宣德殿 不是操练场 四弟 你是说我们和太上皇爷爷 还有父皇 永远在一起不分开 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众皇子这样 亲密无间 可是大哥刘肥 当了齐王之后就去了封地 我们八兄弟就剩下七个了 你们将来长大以后 也要去封地 咱们大伙不就分开了吗 父皇整天为朝廷的事忙 四处打仗 平叛 你听说打仗回来 要看我们操练 结果来了七个写着呼拉的什么英雄 跟我们打了一场 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父皇一面呢 哎呀 这么说 我们还不如虫子快乐呢 是啊 就是啊 不如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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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你们不如虫子啊 看 你们的父皇不是来了吗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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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父皇 父皇带你们去上林院围水鸟 看老虎 吃烤鸡怎么样 好 好 好 来了 有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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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一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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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谁是大老虎 谁是小老虎啊 不如大老虎 是小老虎 小老虎 对 父皇是大老虎 现在你们小就喂你们 等你们长大之后 就给你们出去补食了 父皇整天忙着打仗 哪有时间为我们呢 父皇打仗就是为喂你们 喂你们食 喂你们地 记住 土地还有疆域 就是我们帝王的食 记住了 小老虎们在干什么呢 跑 快点跑 唉 ig 小老虎閨 Miranda 父皇封我做哪个郡国的王啊 我呢 我呢 土地都分得差不多了 没得分了 这天下是父皇打下来的 父皇就不会把不是流星王的封地 夺回来给我们吗 不许乱说 这是朝廷大事 小老虎们抢食了 好 好 我呢 我的 我要吃块 我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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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父皇 拿去 我拿的咯 我 你跟一下 你真好吃 嗯 这鸡腿可真香啊 我要一口 真好吃 我拿的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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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吃 四皇子疏毒得好 醉至礼上 四闻 咱俩抱抱吧 不 彭儿 你今天去上陵院玩得高兴吗 母亲 母亲 孩儿饿了 我要吃一只大烤鸡 离晚饭还早着呢 怎么就饿了 再收一只大烤鸡 你能吃得完吗 孩儿长大了 怎么吃不完啊 芮儿 去把刚才烤的那只大烤鸡 给孩儿拿过来 诺 诺 哼 这不是谁屁股 臭死啊 昂儿 你今天去上陵院 你父皇 赏你们七个皇子 吃烤鸡了 母亲怎么知道 母亲还知道啊 我的恒儿 没有跟别人争 最后啊 只得到了一块鸡屁股 我要吃下鸡 鸡翅膀 不吃鸡屁股 哼儿 你把它吃了 不 不吃 臭 你别以为呀 只有鸡大腿 鸡翅膀好吃 鸡屁股啊 也有鸡屁股的香 它还有一个 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 叫厚福 嗯 是啊母亲 真香 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 那么臭呢 你刚才啊 是因为觉得委屈 跟你得到了别人 得不到的东西 我得到了什么 你得到了后福 这可是一只鸡 都换不来的 无价之宝 后福 你还想 不懂得少取 就是多得的道理 等你长大了 你就会明白的 好吃 真香 陛下 长沙够急 南越王赵驼借口朝廷 不给他铁器和两马 以纠结二十万人马 要攻打长沙 并自立为南越皇帝 扬言要与我大汉平起平坐 不再面北成臣 退下 陛下 陈周伯愿前往讨伐南越 赵驼乃一爱财之人 肃习我大汉铁器 尤其是马匹 治他何须动用兵马 我陆家一人前往足矣 那南越 激与南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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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义肆虐 听说人们都赤足裸体 口吐一语 甚为强悍 你一个五文弄墨的儒生 怕是去了就回不来了 还弹劾平叛 陛下 臣愿与他将侯赌上一把 臣若能让赵驼归汉称臣 只赏我歌迹四人 讨马良匹 若不能奏效 臣愿任凭法洛 路边市 你若真的能够凭一张利嘴 就能说服赵驼降汉 朕不止会满足你的要求 还要封你为上大夫 并赏金百金 另外 朕再命周伯带三万兵马 与你同往南越 一备万一 启奏陛下 匈奴人已攻下韩国国都 韩王信投降后 领着匈奴兵马朝我代国方向杀来 仙奴人马已过了雁门关 若不阻挡十万铁骑 一天一夜即可杀到长安的 众爱卿 谁愿与朕一同前往破匈奴 臣当冤枉 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 都被朕逼得乌江自闻 区区一个葫芦 有何俱灾 陛下刚返长安 又要披挂出征 只怕太劳累了 还须 是啊 这龙踏还没做热呢 让我们去吧 朕正好借此扬扬我大汉的威服 为了大汉的千秋大业 朕议已决 率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 陛下圣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王万位 齐勉 吴王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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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什么地方 陛下 快到金阳了 走 陛下 陛下 三弟 陛下 这不是大王留喜吗 陛下 那匈奴 有些猫太厉害了 他十万铁骑 已经创入 我 我的代国了 那你这代王怎么会跑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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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打仗啊 你犯了国法还敢救命 拖下去 没 没 皇室犯法与庶民同罪 先将他押回长安 再做发路 陛下 你看 那不是韩王心吗 这个叛国逆贼 攻箭手 慢着 拿来 皇室犯法与庶民同罪 安 是 这 一个 是 你 帝下 你 怎么说 你怎么会 你还要 找到 这 这个韩信跟淮殷侯虽说是同名同姓 可他是个软蛋 与淮殷侯差远了 这个韩王信今天有些蹊跷啊 是啊 韩王信的确有些古怪 回师前往晋阳吧 近日扎营 明日出征 这个士夫篡位的莫毒 这回朕非要抓住他不可 让他看看我大汉的威风 陛下 可不敢小觑这帮匈奴人啊 你看今日迟迟不与我交锋 我看定是在耍什么轨迹 再加上韩王信 他的行动又那么蹊跷 不如等探马回来 听听消息再做定博啊 报 二百里内不见匈奴一兵一招 搜遍深山烟虎 不见匈奴一个人赢 报 除莫毒禅云大英飘着极杆大气外 毫无动静 陛下 定是莫毒 把他的精兵强将埋伏起来 诱我军深入我绝不可冒进 天助我也 他狡猾 朕要比他更狡猾 趁此突降大雪 天寒地冻 令全体僵士即刻开拔 拿下燕门关 直击莫毒大营 朕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朕要杀他个措手不及 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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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陛下 陛下不可冒进啊 后面的武兵跟不上就糟了 快 陛下 FAIT 我们没处复人包围啊 抛 bru 啦 快點 放箭 弓箭手准备 放 放 启都陛下 启都陛下 夜门关失守 我就已被凶路人拦腰截断 不明都过不来了 朕竟然中了莫毒的奸计 陛下误虑 臣率清济三万 杀出处围 然后合并报仇 确保陛下平安 好 爱卿小心 朕会令凡快 催你的 莫毒 当年追逼向你自吻乌江的 就是这只贯铁剂 朕一定会给你个好看 强占神党 强占神党 这只贯铁剑 尽量的变化 在纸巾里面 稍微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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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